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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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次可以在這裡展覽的作品 其實是在說一段我們高雄 發生在我們高雄在地的故事 就是高雄昂門港的故事 高雄昂門港 他在1960年之前 他是一個美麗的一個師父 他的自然生態很豐富 不過在民國五十七年的時候 他將會進去小工臨海工業區 開始工業正義力到 昂門港這片土地 所以來後來 工業正義力 昂門港那後來 發電唱 電郵唱 聽尊長 都都進去了 來後來吃了 讓他這片土地的生態 發生很大的變化 也帶來不少的汙染 這段期間居民 他們就開始抗議了 開始抗政 說要前春 要前春 要前春 直到了2007年 昂門港 終生前春 所以我這次電春來做片 就是以昂門港人來看這片昂門港 這片土地的故事 我就總要變成他們前春了 我有一點去做他們的田野調查 風問不少人 你們在前春的過程 你們的感想是什麼 你們前春之後 你們怎麼來看昂門港這片土地 就是在我的外面 你們的一樣 不好意思 我的外面裡面 你們都看到一條 歐歐山 摸一條是什麼 你們覺得這是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昂門港 想傳統傳統的一個意思 就是請做生 他現在我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 我聽到他感動 其中就一個人這樣說 不敢前春 我就請做生請三次 不然他請一次 我就好一次 所以我聽到他的語氣的時候 我真的心裡很感動 因為他不管他請 不過他一定 政府一定要叫他請 所以你們看到的 就總要變成 我剛才的人 就是昂門港一床傳統的代表 請祖先的一個儀式 後面的工業 也是在昂門港的這片土地 我這次電出市場 昂門港五月里 每一床上面剛好是一個禮 他的像他們說的 海城里 海昌里 都是在大力生政工程的一個背景 給我的外面 有一個傳統的東西 跟現代的東西 產生了一個強烈的一個對比 對 這裡也要讓人去思考 就是 因為在過程中 田野調查的過程中 我也看到他們 有的人贊成全村 有的人不贊成全村 有的人 住這片土地 有的人覺得家裡比較有希望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工業的一個氣候嗎 這裡就變成經濟跟環保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傳統跟現代 到底是倒行比較好 這裡也是我要給觀眾 大家去思考的東西 也是我這次電出 作品的一個重點 到底傳統跟文明 經濟跟環保 兩者之間的那種糾葛 我們如何去找到一個 工創雙贏的一個地方 不過 來了之後 回歸到一支作品 你看看 我這次作品 怎麼想在電阿門港 在說一個阿門港的故事 不過你若靜心來 你再想 咦 我們台灣人 高雄大老婆 也發揮千村 林鄉三位 也要發揮千村 雲林的六青 賣掉到台西 其實 發生在阿門港的故事 在台灣這片土地 他一直在持續發生 這就是我這次作品 想要叫大家去思考的問題